与王岐山较近被退休上将刘亚洲小吃店,过圣诞节及新闻联播,刘亚洲在四川路边小吃店过圣诞节,并发新年寄语。 一些网友认为是忽悠视频截图中共要求民间,不过所谓扬节过中国节日的做法,引发舆论的批评,近日网传中共退休上将刘亚洲的新年寄语视频。 其公开过圣诞节,并嘲讽中共央视新闻联播。 民间认为这凸显中共内部分齐白热化29日,大陆前资深媒体人高宇女士推出一段视频。 内容是退休上将,前中共国家主席李星年的女婿刘亚洲与友人在四川的街边小吃店的相关视频。 这段视频并不完全是现场原始镜头有一定的后期剪辑,制作加了音乐,旁边,极字幕镜头,呈现四川的一排小吃店,随后聚焦其中一家。 只见穿变装的刘亚洲对着镜头说,今天是圣诞节吧,我们在路边小店欢庆圣诞。 随后声音就变成旁边镜头,扩大到整个小店的一角两个圆台面,分别做了一些时刻。 小吃店内的画面12月25日,刘亚洲与友人,在四川峨眉山路边小吃店过圣诞节,并发新年纪与大纪元和成图刘亚洲的旁白,这里硬件最差软件最好。 最破烂的门面里,有最美的味道,看上去越高贵,可能越底下看上去越香,可能越臭一番与友人互动后,刘亚洲说,有个人批评自己的朋友你每天在手,机上看那么多负面新闻,不怕心理意外吗? 这个朋友反驳他说,徐才后雷打不动,每天看新闻联播怎么不见道德高尚,最后其以新年快乐。 四次结束这段新年纪与视频有网友表示,话里有话好像是事先准备好的,说明中共内斗白热化了有网友认为人不在官位才能说点真话还有说,刘亚洲被贬反到回归人性了,但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刘亚洲在中共体制内不得宠,发发牢骚败了有网友怀疑是其继续忽悠我们屁名搞不懂只希望。 你们真的能给百姓选票否则就是装就刘亚洲讥讽新闻联播,有网友进一步表示,每天雷打不动制作新闻联播的自己都知道,每天在忽悠阴尽兮中共严控网络言论。 有网友还恶搞说,公然妄议新闻联播的效力,这个够得上寻信姿势了吧?都这么消杀了还不明了,啥叫这还了得不过刘亚洲在民间口碑并不好。 北京的一名女红二代,对其新年寄予,不以为然她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她表面给人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但实际做的事情,并不怎么样表里不一。 对方还表示,你要是干净的话,也不会上脚多占了钱款和房子,你如果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别人也没话说,但你自己不正说的再漂亮别人,也会认为你是两面派。 因为个人不干净的原因,被习提前下课,还假装是个改革派对方还指刘亚,周打仗中央的民意,营营执行曾庆红个人的指示,折腾我老伴。 有网友称其为党的最忠诚战士,就是他最坚决拥护党指挥箱,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 忽悠以下屁名而已还有网民表示,他再怎么说也是属于党内狗咬狗而已。 没有人会相信,中共改革了做等中共政权垮台政论作家、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对外媒表示,太子党刘亚洲遭免职。 主要原因是,他与王岐山暗中较近刘亚洲亲自指导拍摄的中共军方宣传片《较量无声》,被外媒批评,充满阴谋论的冷战思维和煽动言词,毫无事实依据是洗脑宣传。 陈破空表示较量无声,强烈暗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副总理马凯,跟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有关系。 要通过美国的帮助,实现和平演变,这让习王感到不放心。